上集节目,哥哥我盘点了德云社演员们的外号 很多粉丝朋友给我留言,说外号的故事还有很多 所以哥哥这集继续加更 接着上期的话题,推出德云演员外号去世第二单 而且,这期节目,我们不仅会说到演员们个人的外号 还要来说说搭档们的组合外号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别忘记点赞,收藏,分享 请订阅我的频道哦 上期节目,说到郭德纲特别爱给徒弟们起外号 不数不知道,一数更不得了 他给大家伙起的外号真是数不胜数,还有很多 被老郭起外号正喜定之后 郑豪老师算是跟这个外号永远分不开了 哥哥我只要一看到郑豪老师就想笑 此外,被郭德纲外号了的还有高峰 朋友们可能要说了,总教席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别急啊,小黑胖子很快就要使坏了 高峰都知道哈,德军社演员,大高个儿 德军总尿邪,总教席,什么总尿邪 当然,总尿邪是开玩笑的 更多的时候,郭德纲还是会叫高峰高老板 老板是过去黎元航的旧称,能称得上老板的都是大家,艺术家 这也算是郭德纲对高峰的高度评价了 郭麒麟叫大林,不过这是小名,不能算外号 要说外号的话,得说说德云大小姐 据说,德云大小姐这个外号的来源是 一次郭麒麟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自己如果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就好了 但是她只有一个弟弟 所以有妹妹的愿望估计是无法实现了 于是,就有粉丝开始称呼她是德云大小姐 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 而大林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完全具备当大小姐的能力 我是谁啊,我是黄花大闺女 哎呀呀 孔云龙还叫三哥 但是说起来,三哥也是在家的称呼 真正能算得上是外号的 必须是孔老蹦 看完完之后都是孔老蹦啊 蹦一个吧 至于孔老蹦的出处 不用哥哥我多说 相信各位都知道 天下民不聊生啊 老北京受不了啊,太热了 天上的老蹦也受不了啊 等会儿,背不起来 等会儿,天上老师 什么儿子 老蹦的天上飞 老蹦 记住我的外号 你 渣男 渣男不是外号 渣男是本质 渣男 渣男 你是不是承认的呀 都这样啊 我还有什么不承认的呀 好几千人恨我渣男 对不对 性格就好 张九南自己都说了 渣男不是外号 他真正的外号多的是 疯狗 野蛮 哈士奇 定场是小王子 北京夜问 海淀无彦祖 丰台陆寒 一大堆说不完的段子 我叫张九南 括号北京陆寒 这怎么还有直接吐的呢 做介绍一下 德云社优秀青年项目演员 德云六队实际掌权者 未来德云十队队长 丰台阵八方运远 哥伦侠 张九南 介绍完我了 咱们介绍一下 同边这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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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哥好帅 好慢 别看大了 你说说说我 怎么才今天是 今天是怎么是 是憋着跟正八方 玉免昆仑霞格斗一下 前面还有一套呢 什么 方才正八方玉免昆仑霞 在你之前才有呢 多多多多 太长了 我这气 我现在气力不如原来了 我说两句我就出来 真是狗人 狗人 张九龄的外号叫九龄 这倒是很方便 写起来超级简单 但是九龄还有一个9088的称呼 哥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后来才搞清楚 是因为师弟李九春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车牌 觉得和张九龄有关 就拍了照片 在微博上at了张九龄 但是九春脑子没转个弯 没想到自己这张图片 其实是被张九龄占了便宜 两个人在舞台上调侃过这事儿 后来9088也就成为了张九龄的代号 而李九春自己则有着春节的外号 这源自于他在小品《相声》当中演出过的形象 是谁也管不 火约石 火约石 没石像 火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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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成功的 已经完全让人忘记了他的本名 他因为小的时候太胖了 大圆脸一脸的雀斑 那会儿觉得挺好玩 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 就是长得像烧饼 是一个昵称 一下就叫到现在 烧云饼 所有人都说了 哪有烧云饼 烧饼 原字歌 人叫朱云峰 朱云峰 一名朱云峰 本名朱建峰 朱云峰 真是看着我都叫朱建峰 我也不知道他把你怎么想 他什么玩意乖 朱建峰你想想 你看着他疯了 是朱啊 孟和堂其实算不上有外号 堂堂 堂主之类的 只能算是昵称 这个老师是我的搭档 叫周狗粮 狗粮老师呢 他是一个 你先等会儿配鞋 谁叫周狗粮啊 念字念什么 酒 对了 他叫周狗酒 周狗粮可是有着自己的外号的 师傅叫周狗粮为小先生 是赞美他在取艺方面的优秀技能 粉丝叫他菊猫 钢丝球 啾啾粮 团子粮 小甜饼 也是外号昵称一大堆 不得不说 粉丝取外号真的有水平 董久利的外号叫奶泡 因为酒粒的英文是nine power 谐音就是奶泡 同款的还有李九天 九天的英文是nine sky 谐音就是奶盖 这好了 酒字科的就快变成奶字科了 奶是酒 power是力量 nine power是我的英文名字 奶泡是我的简称 这个怎么那么英文名呢 边上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 叫李九天 这是他的中文名字 他有他的英文名字 叫什么 叫nice guy nice酒 死盖是天 nice guy 是他的英文名字 奶盖是他的简称 对 把奶泡奶盖 不是个组合 我们是二奶组合 同样外号里面喊奶的 还有李克东 奶动 奶动 哈哈哈哈 我投了他 对 你看什么对 有事说你别乐 哈哈哈哈 你讲我不喜欢这个 干什么 我说你别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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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谁怎么哭呢 都知道谢金老师是吧 一名九级大高哥 然后他的搭档也是我们师哥 叫东哥 领和东哥 社会东哥 奈东 叫奈东 你们老叫他奈东 后来那天我和台我们一块演出去 也就给他助演 我说东哥现在听了怎么着 我是叫你奈东 大送信了 粉丝喜欢叫李和东奶东 就是喜欢看他的反差萌 好在东哥都能接受 从社会东变成奶东 丝毫没有障碍 李九重的外号叫粘鱼 至于这外号怎么来的 大家自己看这张照片好了 张赫伦的外号叫小白 作为他的搭档 郎和颜自动就有了大黄的配套外号 他们俩搭档就被观众简称为黄白 每队搭档 几乎都有搭档的专属外号 比如郭德纲 于谦叫于晋锅 或是郭鱼 高峰 鸾云平简称为高鸾 郭麒麟和颜鹤祥 叫祥林 岳云鹏和孙岳 简称为月月 张云雷 杨九郎 叫九辫 谢金 李和东 烧饼曹和阳 叫饼四 张九南 高九成 叫南城 孟和唐周九良 叫孟周 或是唐梁 而张九龄和王九龙 除了叫玲珑兄弟之外 还有黑珍珠的称呼 这又是来自于他们的相声段子了 叫黑珍珠 多好 各位 你是黑珍 他是那珠 您就占个黑 我就占一黑 我是那珍珠 不是 我是那个珍珠 真是 不是那个珠 九龄和九龙这一黑一白 还有被叫做奥利奥的 这些外号故事就说到这儿了 如果还有遗漏的 欢迎您在留言 补充 想看第三集的话 我就继续来制作第三代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咯